这片平静的天底间 猛然刮起从未有过的大风 一道通天的青涩龙卷风 从风云无际的脚下涌出 一下将风云无际湮灭 呼啸声充斥天地 这等异边 早已惊动了整个空间的 所有青龙武士 一阵阵严连抖动的声音 从四周空间中传来 恍然之间 随后整个空间大放光明 无数灼亮的目光 将这片天地照得一片通彻 怎么可能 青龙大长老望着这通天彻地的 纯由龙气组成的巨柱 彻底地呆了 苍老的脸颊上 一层层脸皮褶皱抖动着 摊开来 怎么会这么快 其他长老也睁开了眼睛 苍老的眼眸中 一片激动 紧张地注视着风云无际的变化 成败就在此一举了 无数人影由地下浮现 一道的目光投注在风云无际身上 在此刻 每个青龙战士的脸上都闪现着同样的神情 激动 启悦 紧张 还有一点点担忧与害怕 对于这些 风云无际并不知晓 一幅幅画面展开 当风云无际面前展现一幅青龙 在虚空中越过 身下无数苍蟒巨山 在身下快速成形画面时 突然之间 一阵震耳欲聋的龙吟 随后一条横耿于天地之间的巨大青龙 从一座青山下跃出 一把跃向风云无际 风云无际大惊 想要避开 却发现自己并没有躯体 哄 脑海里一阵巨响 时间似乎突然之间 减慢了百倍不知 风云无际发现 自己好像进入了一种 奇妙的难以言喻的境界 这一刻 他化身成了青龙 以青龙的眼睛 观看天地初始时 天地规则的衍生与变化 其感受无法言喻 胜受青龙 青龙之眼 那目中的世界 比之迫望淫谋的世界又有不同 天地规则 生眼变化 分分合合 在太古未面诞生中 这天地间的规则 所有奥妙 在风云无际面前展开 在本尊 推演规则的基础上 以青龙的视角 由上而下 俯视这片天地规则的形眼 又是另一番感觉 龙吟之声 响彻天地 这声音却是从风云无际的体内 发出的 在六名青龙长老 震惊的目光中 那接天连地的青色龙卷风 变化成为了一条 朦胧的青龙影像 将风云无际 包裹在其中 一条青龙本体 一条青龙虚影 摇摇相对 在这片青色的天地间 形成了一幅诡异的画面 砰 山川处处 大量青龙战士站了起来 紧张地盯着风云无际 哄 数以十万计的目光中 风云无际的身体 突然抱成了一棚 青色的光点 那光点迅速散入 深洲青龙虚影之中 身体几乎凝结为了 实质的青龙虚影 发出了一身震天的龙吟 随后化为一道流光 没入圣兽青龙的本体之中 他成功了 陆雪政策终于生效了 一阵阵振奋 而激动的声音 从四方传来 在众人的注视中 不知多久没有动过 一直悬浮于虚空之中的 圣兽青龙 突然睁开了一对 厚厚的青色眼脸 眼脸下金光暴涨 一声悠扬的龙吟 青龙圣兽 突然化为一片 照耀天地的茫茫青影 消失在这片天地中 怎么回事 当神石重新附体 重新感觉到身体存在的时候 风云无际突然发现 自己出现在 数万丈高的高空之中 视野极其开阔 脚下细小的山轮 在眼中却清晰无比 连一片片树叶的抖动 也在眼中避陷无遗 接着 很快 风云无际发现了一件 令其震惊不已的事情 我居然 成了圣兽青龙 轰龙 这一日 太古大帝 突然雷声隆隆 所有人看到了一道 萌萌的巨大青影 从苍穹上一掠而过 随后 电闪雷鸣 整个太古大帝 北到北海 轩辕秋 南到乌域 下起了庞博大雨 太古大帝上 无数的妖兽 朝天膜拜 高山之巅 平常凶猛的妖兽 此时 却驯服得 踏足山石之上 朝天 发出了一声声 孤如的吼声 无数强大的神石 从大地各处 迸逝而出 扫射天空 这些平常强大的神石 此刻在蜂蜣无忌眼中 却是弱小如婴儿一般 电闪雷鸣 大雨滂沱 在昏暗的天地间 拉出一道道 蒸汽般的白线 云系深处 隐约可见一条 巨大青龙 腾挪而过 久久 围影方角 大地深处 一道的人影 从地下窜出 或站立西旁 或站立山间 或立于高山之巅 或立于大树之下 失魂落魄地 看着天空 眼中 泪流满面 几件的雨水中 隐隐夹杂着 一阵阵滴滴的 乌烟细流声 北海 原本咆哮起伏的海面 此时 更是一平常 激烈百倍的咆哮着 一波波白浪 几乎都冲上了天空 无数山川河流 从身下一律而过 窃窃青龙之眼 风云无际 所看到的范围 远远超出任何的人类 三声各不相同 红亮的叫声 在风云无际的脑海中响起 在南 北 西 三个方向 风云无际 一夕看到了一只 萌萌巨大白虎的影像 一只浑身 烈火灼灼的猪雀 还有一只昂首向天 巨大的玄武 一股纯烈的喜悦 充盈胸中 从口江喷泊而出 最终化为一声幽圆的龙吟 庞大的身躯 在空中一折 风云无际 化为一道巨大的清电 向着西方而去 当经过魔玉上空时 一股浓烈的魔气 充电而起 脑海中 响起魔玉 曾经见到的那位长老 风云无际的龙区 骤然一致 停了下来 龙幕之中 金光四射 透过层层空间 一层层空间涟漪 在虚空中泛开 另一个空间 出现在风云无际面前 巨大的黑铁成塔上方 曾见过一次的巨大牢笼 依旧漂浮在上空 那浓浓的魔气 正是从那铁龙中 迸射出来的 铁龙 以十多根精铁链链 锁于下方一个 古老的祭坛上 锁链上刻着 无数黑色的符纹 而巨大古老圆形祭坛上 则更多纹着 许多似乎 比之巫族文字 更加古老的字符 冥冥之中 似乎感应到 圣兽青龙的驾铃 那悬浮天空的巨大铁龙 突然之间剧烈地抖动起来 一声巨大的咆哮声 从下方破空而至 咆哮声中 夹着浓浓的杀气 杀气 凶气 似乎天地间的 所有制阴制邪之气 都聚集到了 这一声咆哮中 哄隆隆隆 魔玉上空 但听得咔嚓之声不绝 一道道巨大的黑色裂缝 出现在苍穹之中 虽然这些裂缝 很快被青龙本体 所蕴含的龙气 本能地迅速弥合起来 但那声咆哮中 所蕴含的信息 却叫风云无际 惊心不已 这里到底关押着 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仅仅是一个死亡的头颅 都有如此大的威势 风云无际的心中 嘶唇着 目光所及 下方浓浓的魔气之中 开始喷波出 大量的火红烟雾 那铁龙抖动着 里面巨大的黑乎乎东西 似乎翻动了一下 随后一个头发乱糟糟 好像黑铁打造的 巨大脸孔 出现在风云无际的视野中 那张似乎聚集了天地间 所有制阴制酌 制恶制邪 制凶制利之气的脸孔上 两颗巨大的火红眼眸 出现死死地盯在空中 大鹏火红的烟雾 正是从那一对 灯笼般的眼孔之中 喷射而出 在这个并无意识 波动的头颅中 风云无际 感受到了一股扑面而来 有如实质的仇恨 这种仇恨 似乎是深入骨髓的本能 即便是在死后 也支配着这头颅的本能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里到底为何存在 这样一个头颅 我与他无冤 他的仇恨 只能是针对 圣兽青龙发出的 但圣兽青龙 只是无意识之物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太古 到底还潜藏着 什么样的秘密 那仇恨的目光 在风云无际心中 激起了一波波涟漪 能对圣兽青龙 产生极度憎恶感情的 只怕来历也不简单 风云无际推测 这具头颅 只怕是宇宙洪荒时 某个逆天存在的身体部分 甚至再逆天点 这个头颅的主人 可能原来是和圣兽 同等级的存在 就算是差 也不会差太多 至少 风云无际 感觉凭借现在这副 弹指尖 崩天裂地 轻易毁灭 众多未面的身体 也无法轻易 毁灭身下那具 没有灵魂波动的 黑铁头颅 无等参见青龙至尊 此地由无等守护即可 至尊不可在此停留太久 以免引起有心人注意 一个苍老的声音突然出现在 风云无际脑海之中 风云无际心中一动 寻声望去 一眼瞧出那祭坛周围 黑压压一片人影之中 靠西的方向 那名仰头向天的老者 正是磨炼宗死亡那日 自己赶至磨玉 见到的古怪老者 此刻老者灰白地胡须抖动 朝天的脸孔上 露出一副古怪的神情 显然是已经认出 藏身青龙身躯之中的 风云无际 罢了 若是时间到了 他们自会相告 现在若是贸然闯入 只会徒生麻烦 心中转过这个念头 风云无际一掉头 化为一道青影 夹着万层乌云 一道紫殿 向南而去 不消片刻 又是一道极为黑暗 与邪恶的气息 传入感知之中 风云无际的眉头微皱 一闪深 速度顿时暴涨 这又是一个独立的空间 只不过那空间中的空间中 却是一望无际的 黑色沼泽地 在这片沼泽地中 有一块巨大的黑色隆起 透过掩饰的地层 风云无际发现 这邪恶气息的来源 那是一个如枯木盘坐 头发苍白的老者 那名老者 独自盘坐在 阴暗的通道之中 脸上却是一脸 平静的淡然之色 当圣兽青龙本体 驾铃这块通道上空时 那老者慢慢地抬起头来 原本如鱼眼一般 一动不动的眼眸之中 一丝丝黑色泛出 眨眼间变换成一对 漆黑而阴邪的毛子 眼珠咕噜噜地转动一圈 仰头看向天空 在这老者身判 无穷阴邪之际 组成了一道黑色的模影 玄元 你果然还没有死 一个霸道的声音 从下方冲天而起 几乎是那声音冲出的同时 四方轰隆坐下 乌云从四方汇聚而来 于天空变换成万魔之影 扭曲挣扎 你是谁 风云无际下意识到 天地寂静 那人突然沉寂下来 在一阵 四十亿年的漫长沉默之中 那人终于再次开口了 你不是宣元 你到底是谁 那声音中带着一些音质的气息 似乎大有一言不合 即动手的架势 先回答我 你是何人 风云无际不卑不亢道 唉 踏实赤油 小伙子 你离去吧 这个地方最好不要再来 另一个沙哑而苍老的声音 从下方传来 青龙神神之下 除了那老者 哪里还有第二个人 但风云无际分明听得清楚 那是两个人的声音 魂 上天下地 唯我独尊 雀诺 只能像你这般 威卑地活着 迟早 我会占据上风 重新控制 这具身体的 赤油吼道 除非我死 老者不卑不亢 雨淡风轻道 真是气死我了 萧雄 如我赤油 居然会有如此可悲的善念 真是可悲呀 可悲 想当初奔作魔临天下 刀临天下时 那是何等的霸气 如今居然落到 与你窝居易载于此 可悲净净 呀呀呀呀呀 赤油一连发出了 三道欲怒之气 下方 赤油善恶两念 争执不定 天空 风云无际的内心 却有如雷鸣 赤油 他便是赤油 传闻中 当年的天下第一高手 直到如今 已就令太古柱强者 谈虎色变 不敢直呼其名地赤油 风云无际 怎么也没想到 在这个小小的地方 居然会遇到 太古传说中 最大的魔头 号称天地间 最为邪恶的存在 哼 当初轩辕制服不了本作 以言语 透出本作心中一丝善念 搞得本作 自弃战甲 自封武功 我居于此 意义载 一手剑下的天魔族 分崩离析 没落至私 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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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轩辕该死 所有与青龙有关的人 都该死 那魔影咆哮着 咆哮声中 一掌 照然出手 一片浓浓的黑暗 从地下飙出 将一切烟灭 黑暗之中 魔笑阵阵 似有无数妖魔 从黑暗之中奔腾而出 哼 赤油又如何 当本作 怕了你不成 风云无忌 冷哼一声 悍然出手 如今 得了青龙之力 风云无忌 只觉得 崩天裂地 无所不能 哪里还会怕赤油 刚欲出手 突厥 一阵眩晕传来 眼中的一切 迅速变得遥远 一息之中 风云无忌的耳畔 听到一阵 节节怪笑之声 嘿嘿嘿 便是真的至尊 也便想用圣兽之力 对付本作 何况 你还算不得 真正的至尊 只要轩辕 声音越来越小 到最后 最后那句 风云无忌 却是没有听到 黑暗迅速地 从四面掩雷 风云无忌的心中 只剩下一个 雷鸣般的声音 这到底是 怎么一回事 也不知过了多久 当所有黑暗 从眼中去出 视野又豁然开朗后 风云无忌发现 自己又出现在了 东海底 这不知名的空间 四周一张张 苍老的脸孔 印入眼中 正是六名青龙长老 透过六名 青龙长老的身体 风云无忌 看到了一张张 关切的脸庞 呼忌 你怎么样了 青龙大长老 关切道 没事 风云无忌摇摇头 只觉四肢一阵乏力 几乎 连动都没法动一下 刚刚 到底怎么一回事 长老 你应该知道吧 是吧 你应该知道的 这个 以后我会告诉你的 青龙长老 有些尴尬地 转过头去 一时 即是不敢看 风云无忌的眼睛 你应该知道 你应该知道 你应该知道